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类这么多年了 这几千年下来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国家内部的争斗和杀戮 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人类忘失了本心 不知道自己来到地球上来是干什么的 忘记了初心 所以我们要找回初心 什么是我们的初心呢 我们要找到 找到了初心才能讲不忘 古圣先贤早就帮助我们找到了初心 但是因为人类的贪欲 再加上过去的时代 因为科学不发达 不能互通有无 过去呢 很多国家和国家之间 有可能因为一些误会就打起来 因为那个时候资源缺乏 大家都争夺资源 争夺领土 那么就经常发动战争 人和人之间也是一样 这样时间久了 就忘失了初心 但是佛菩萨还是有来 引导一部分能够觉醒 我们人类的本性呢 本来就是善恶参半的 有善也有恶 每个人内心有善的一面 有光辉的一面 有贪爱 嗔恨和嫉妒等 每个人都有 只要是凡夫 那不可能没有这些习性 那么我们通过修行 可以去除这些私欲和恶习 回归我们本有的灵性 超越人类的本性 超越人类的这种 本有的习性 那么我们还是可以克服的 可以对峙 不断地通过修行 可以降服内心的这些 贪嗔痴的这些烦恼 Farewell 这时将有独特音 TM 看到他们灵纪 我们应该起uksさん 演译 这时